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我们把这个十二课的题目呢 再看一下 Lesson 12 Live on a Desert Island 这个荒岛生活这个表达呢 咱们曾经讲过 不要用借词of 因为这个生活并不是属于荒岛的 而是在荒岛上的生活 咱们中文中这个白烧的在英语中不见得的是of 对吧 所以我们复习复习 荒岛生活叫Live on a Desert Island 那修道院的生活 在修道院的生活 对吧 我们讲过Live at a Monastery 修道院的生活 咱们三十课还会出现军旅生活 怎么说 Live in the Army 这是在部队里的生活 对吧 校园生活 在校园中我们讲过叫Live on Campus 在校园中叫On Campus 这是固定搭配 好 这是题目中啊 有个小知识的复习 我们下面来看第一段 首先第一段的第一句 它说 Most of us have formed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life on a desert island 他说我们大多数人 对于荒岛生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就是要么想的太美好 要么想的太悲惨 都脱离现实 这个most 在这当代词来用 就是大多数 Most of us 是大多数人 在这用现代完成词强调 对现代有影响 就是目前我们过去这么想 现在还这么想 当然这个form a picture 可不能翻译成形成一个图片 这个不对 这个picture 在这表示对于什么什么心中的想象 所以form a picture of something 直接相当于imagine something 相当于设想 想象某个东西 咱们记住这个imagine 咱们一会后文中就会出现用这个词来替换了 因为这两个是同一词 大家可能对这个习语不太熟 form a picture of 就是对什么什么设想 想象 你比如说 你能不能对我跟你描述的东西想象一下 你想象一下我给你描述的东西 我们可以直接说 Can you form a picture of what I describe to you? Can you form a picture 是不是相当于 Can you imagine what I describe to you? 就是我跟你describe 不是描绘吗 描述吗 设想 想象 那本文中呢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由名词picture构成中心词的呢 它灵活 因为随便可以在名词前加修士语 你像本文中这个unrealistic 就是不切实际的脱离现实的 就是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对于什么呢 对于荒岛生活 咱们刚才讲过了 这个句子咱们看能不能跟老师复述一遍 我们说 我们中的多数人对荒岛生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咱们一块来一遍 Most of us have formed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life on a desert island 咱们知道又有造句了 对吧 咱们看中文 他们之中多数人对于西方世界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就都以为是好莱坞大片里那个样子 这个他们之中多数人叫most of them 西方世界叫the western world 就西方的这个世界 这个我们一块来复述一遍吧 他们之中多数人 most of them have formed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就好了 对吧 注意这个western 中间这个字母一二呢 要先勾舌最后发钱 并western world 这是设想想象 这个搭配咱们先记住 叫form a picture of something 咱们要做个辩析 form a picture of 是设想想象 但还有一个常见一点的 更常用的搭配叫 take a picture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叫给某人照张照片 给某人某物照相 这个picture在这里确实是照片的意思 take a picture of somebody 你看我们曾经在走遍美国这个 口语教程里面有这么一个片段 我们把这片段先听一遍 好 开始 我们看到这是在第一集里面就出现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男主人公呢 叫Richard Stewart 是他名字 他跟这个女的说话 叫excuse me 麻烦您打交您一下啊 他说My name is Richard Stewart 这次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什么 I'm a photographer photographer是表示摄影师的意思 就是以这个为职业 May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you little boy 我能不能给您还有您的小孩子照张相呢 May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you little boy I take a picture of 在这给某人照相 做辩析啊 好 我们再听第二遍看 能不能不看这个文本 闭上眼睛听 能不能完全听懂 准备好 开始 Excuse me My name is Richard Stewart I'm a photographer May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you little boy 这个take a picture of 是给某人照张相 当然我们这个照相呢 也是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个场景 那出去旅游呢 都得照相 照相经常用 来 看镜头 看镜头 朝我这来看 我们看镜头 我们在英语中可以叫 Look in the camera Look in the camera 就是像照相机这来看 当然尽管现在经常用手机 你要真正照得好 用单反 还得用照相机 Camera是照相机 看镜头 然后呢 别动 别动 那可不能说 Don't move 那可不行 我们直接用 Hold that pose Hold是保持住 Pose是这个姿势 保持住是姿势别动 结果这姿势正好 Hold that pose 别动 然后说 说茄子 就让对方微笑 但英语中呢 你不能真用茄子 这个 我们在英语中用 Say cheese 这个cheese 发音跟茄子 类似 你发音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微笑的口径 cheese 茄子 都是咧嘴 微笑 然后呢 诶 照完一会儿一看 嘿 您这还挺上向的 就照出来呢 嘿 挺好 比本人还现会儿呢 我们叫 You're photogenic photogenic 叫做上向的 什么意思 就是照出来好看 照出来效果好 这人上向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hotogenic 再来一遍 photogenic 你照得挺好 这很上向 比本人还漂亮呢 就一看 我说您这 没照好 这照片没照好 您这 我这照完 镜头都崩了 我们用什么呢 The picture does not do your justice 这个 not do one's justice 字面意思是 对某人不公平 就是没有反映出 真实水平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照片呢 没有反映您的 真实水平 本来挺美丽 大姑娘照出来 怎么成猴了呢 这个 没照好 当然我们经常也说 The exam results do not do your justice 就是这个考试结果 没有反映您真实水平 也这么来用 好 这是我们经常啊 在这个拍照 这个场景里面 经常用的一些 口语用法 你们顺便可以记住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他首先先说 我们大多数人 对荒岛生活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他下面先描述呢 第一种人的这个想象 咱们直接看屏幕 这句话比较复杂 第一种人说什么呢 We sometimes imagine a desert island to be a sort of paradise where the sun always shines 我们有时候 把荒岛呢 想象成天堂般的地方 注意这个imagine 是跟后面这个to be 构成固定搭配 就是把前者 想象成后者 我们大家这个imagine 是为了替换什么 就是为了替换 第一句中的form picture 它都是想象 对吧 这个老师一讲 我们就明白 这不是替换吗 当然这个assured 不能翻译成一种 得翻译成天堂一般的 这个结构 咱们一会会说 然后什么天堂的地方呢 后面大家定义从句 where the sun always shines 那里阳光总是普照 这是定义从句 修饰这个天堂般的地方 好 首先我们先把这句话里 这个imagine 答答答 to be 答答答 这个结构记住 就是把前者想象成是后者 把前者设想成是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替换 比如说我们直接用 刚才那个picture 刚才那个设想想象是名词 它当动词有类似的含义 我们用picture a sb 把前者想象成后者 也没问题啊 这个picture 动词名词 翻译评写都一样 或者我们用conceive 注意这个不及物了 先加这词of conceive of a sb 一样的 把前者想象成是后者 我们把最后这个词 可能不太好读 大声读一遍 c-o-n 若读读读成con 就是啊 再加前笔音 我们大声读一遍 conceive conceive of something as something 把前者想象成后者 这三个我们在写作中可以替换 那我们谈到了这个想象成什么 我们马上回忆起在第十课 第十一课连续出现的 把什么什么看作是什么 比如说一个海关官员把我看成走私犯了 把我当成走私犯了 把什么看作是 把什么当成是 大家还记得吗 regard a sb 注意什么时候叫to be 什么时候叫as to be 把前者看作是后者 咱们刚见过 五十四页第六行 那么回顾 When I returned from abroad recently a particularly officious young customs officer clearly regarded me as a smuggler 大家还记得吗 一个特别百官架子的年轻的海关官员 显然把我当成走私犯了 对吧 这是把a当成b 当然把a当成b 看作是b 这个替换也很多 咱们在这里刚好借着机会总结 你看我们可以用consider 也是把a看作是b 这个后面在书面语中 咱们一般不讲s 在书面语中呢 可以在ab之间加一个to be 甚至to be这两个都可以去掉 直接用considera b 中间不加任何成分 把a看作是b 这是书面语的表达 我们看一看 咱们第三册里面 23颗 出处呢 在114页第二行 你看 If you live in the Mediterranean for instance you would consideroctopus a great delicacy 如果你住在地中海地区 比方说 你就会把octopus 就是章鱼 八带鱼 这个 看作是什么呢 a great delicacy 就是一道美味佳肴 把a看作是b 中间什么都不加 就好了 这是把a看作b的另外一个表达 未来23课 咱们还会复习 那有没有别的替换呢 当然有啊 我们非常简单的可以用casb 这个c一定注意 后面如果出现这次as 一定不能翻译成看见 或者看望 不对哦 要翻译成看待 把a看作是b 你比如说 i see his words as a joke 怎么翻译啊 我把他的话当作一个玩笑 没有放在心上 当笑话就听就完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coun a s b 非常漂亮 我们知道这个coun 本来的意思 可以表示数数的意思 对吧 你看如果我把它算作是什么 不就是把它看作是什么吗 我数朋友 一个朋友 两个朋友 三个朋友 四个 不对 他不是我的朋友 就不把它算作 看作我的朋友了 是不是一样呢 你看 I don't count him as a friend anymore 我不把它再看作是我的朋友了 是不是数朋友时不数他了 注意后面这词还是加as 这几个呢是集物的 直接加评语 还有不集物动词 得先加一个借词的 你像 look on a as b 这是把a看作是b 注意刚才那个c是集物的 look要先加on 注意不是at o 是on 把a看作是b 你像 they look on her as a daughter 什么意思啊 他们把这个女孩看作是女儿一般 就视如己出啊 把它当作女儿来看待 这是这么来说 还有一个 咱未来在这个十二个荒岛生活 这个的书后题 就这个是书后题啊 咱们会碰到 think of something as something 在书后题会碰到 就是把前者看的是后者 我们知道think of 比较单独使用的话 可以表示想到什么 但后面加as意思不一样咯 是把a看作是b 当然主动被动都行 我们看一个被动的例子 learning a language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a natural process 学习一门语言 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看到了吧 这是be thought of 后面还是加as 这是把a看作是b 有了这么些用法 足够咱们写作中来使用 在阅读中看到 基本也都能辨识 当然这是把a看作是b 还有一个是 把a公认为是b 看作呢 可能是一个人这么看 但如果大家都这么看 是不是就公认为是了 这个时候一般可以用被动 我们可以用be recognized 或者是be acknowledged 后面加as 这是被公认为是 后面还是加as 我们把这中心的词来读一遍 我们读一下动词原型 分别都是去掉这个字母的 大声嘴边 recognize 再读第二个词 acknowledge 这两个用被动 后面再加一个as 会公认为是 比如说 Heifetz was recognized or was acknowledged as the greatest violinist of the 20th century 这个Heifetz 是非常有名的 小提琴大师 咱们中文翻译着海飞兹 不是那海飞兹洗发水 这是海飞兹 叫Heifetz 被公认为是 20世纪最伟大的 violinist 来自violin 小提琴 小提琴家 这是被公认为是 这几个搭配总结好了 咱们把它背下来 记住就好了 好 本文中是想象味 我们有时候把荒岛想象成为什么呢 a sort of paradise 就是天堂般的地方 你看 李老师在这没有把它翻译成一种天堂 因为这个a sort of a kind of 它是多一词 它除了可以表示字面的意思 一种什么之外 也可以呢 做重要的一个习语 就有些像什么的 什么什么一般的 在本文中 你不能发现一种天堂 那天堂有几种啊 对不对 不是分种类的哦 是天堂般的地方 表示这个含义相当常见 咱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三册 马上要到十四课 66月十四行里面 in spite of this the Italians regarded him as a sort of hero 尽管如此 意大利能把他 regard ASB刚讲过 看作是什么 能不能发现一种英雄 英雄般的人物 跟本文中天堂般的地方 有一曲同工之妙 对不对 我们再比较 咱们四十二课 现代洞穴人中 有这么一句 196月的十六行 Since its discovery It has become a sort of potholer's everest 那自从呢 这个被发现之后 它变成了 好像是洞穴勘探者的 诸峰一般 就是爬山的人 要攀登珠穆朗玛峰 征服第一高峰 这个山洞呢 是地球上 现在已经发现 最深的山洞 都变成了 好像洞穴勘探者的 诸峰 心中的这个 最有挑战的地方 什么什么一般 好像什么什么一样 这么来用 那当然我们这个 在后文中还会出现 咱们看三册五十四颗 出现多少次 二百四十四页的二十一行 They were visited by a large colony of ants which obtained the sort of honey from them 他们呢 就每天有大队大队的 蚂蚁到这里来 来干嘛呢 他们在这儿啊 能够获得呢 类似于蜂蜜的一种物质 就粘稠的甜的一个东西 在这儿并不是一种蜜 在这儿没有蜜蜂 是这个植物分泌的一个东西 这个虫子分泌的一个东西 类似于蜂蜜 是甜的粘稠的 类似于蜂蜜的这个物质 当然不限于 a sort of a kind of 别形 咱们有一道研究生物学考试的 英语真题中出现过这么一个句子 an item is a kind of solar system atom 是表示原子的意思 一颗原子 不能翻译成 solar是太阳的 system系统 放在一块太阳系 对吧 你能说原子是一种太阳系 胡说八道 对吧 原子的太阳的大小差 太悬殊了 这得翻译成原子 是类似于太阳系的一种结构 原子核在中间 电子绕着转 太阳系呢 太阳在中间 几大行星绕着转 非常类似 跟什么什么很像 这个a kind of 在新概念四册就出现了 四册22课 知识和进步 四册的127第六行 Libraries made education possible and education in its turn added to libraries 就是图书馆使得教育成为可能 而教育反过来呢 又增加了图书馆的收藏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follow the kind of compound interest law the compound interest law 是负利法则 就利滚利 就跟我们去银行存款一样 所以呢 知识的增长遵循着 类似于负利的这么一种法则 就跟我们那个利滚利一样 而这一切呢 被印刷术的发明 又极大的提高了它的速度 这个a kind of assert 记住 翻译成 类似于什么什么的 跟什么什么比较像的 而不是真正的 一个种类的什么东西 这个注意 还有一个 也是很容易翻译错的 我们把那a去掉 我们直接用kind of sort of 这个比较口语化了 它直接相当于 咱们在第一课讲过的somewhat 大家还记得吗 somewhat somewhere somehow 咱们讲过三个变细吗 这个翻译的有点 注意kind of sort of 直接当副词来用 也就是这个of 完全失去借词功能了 在后面 一般可以修饰形容词啊 副词啊 动词啊 等等都可以 你想 I'm kind of hungry 我有点饿了 注意这个of 不是借词咯 kind of 直接放在一块是副词 代表说 He felt sort of embarrassed 他怎么样 觉得有一点尴尬 注意这个of 直接不看作借词 而把两个字放在一块 是副词 有点表示程度 这几个特别容易搞混的 咱们放在一块记住 好 我们再回到本文中 他说 有时候把后脑看多天堂般的地方 那里阳光总是在shine 照耀嘛 阳光总是普照 然后后面进一步说 Life there is simple and good 那里的生活simple 是简单的或者朴素的 简朴的 既简单又美好 美好 我们能不能马上脱口出 校园生活既简单又美好 校园生活 Life on campus is simple and good 这个句子立刻就出来了 这不是我们说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吗 校园生活 李老师讲过 simple and good 新干点出现过 咱们写起来有底气 好 再回到本文中 那是怎么一个简单美好呢 你不用工作 Ripe fruit falls from the trees and you never have to work 这个成熟的水果 这个ripe表示水果成熟的 fruit我们讲的水果 一般来说是不可数的 除非你强调不同的种类才可数 一般水果是不可数的 自己从树上掉下来 并且你永远不用去工作 这个成熟啊 这个ripe 咱们在这儿得说一说 再说是一个多意思 它表示食物用的场合非常多 本文中呢是表示水果啊 或者是庄稼呀 成熟的 当然也可以表示其他的手 比如什么时机成熟啊 等等等等 我们看看 先看水果庄稼成熟 有个谚语叫soon ripe soon rotten 什么意思啊 成熟的早 腐烂的快 这个ratten 读快了以后又是鼻腔爆破 对了ra 后面直接跟前逼 ratten就好了 成熟的这个早 腐烂的就早 腐烂的就快 就是成熟的早不见得是好事 对吧 你看清苹果能多放些日子 买来就都熟透了 再过两天就烂了 这个意思呢 当然这不是教咱们怎么保存水果 这是个谚语呀 谚语是比喻人生的嘛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早熟者早腰 当然不是成妖精了 腰者那个腰 早熟者早腰 成熟的早 就是我们看 从小 这个孩子早熟 大了之后 未必能比其他人强多少 就是咱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 小时寥寥 大未必佳 就是我们不是有商众勇吗 小的时候寥寥 就是挺了不起的 大了以后呢 泯然众人矣 跟普通人差不多 好多天才儿童 大了以后看就一般人 就这意思 当然还很有趣 当时呢 我们知道在古代就有一个天才 就是让离的那位孔荣 三国时候那孔荣 这个当时就是天才 从小就特别厉害 就过目不忘 这个他的爸爸呢 本来在东吴那边当官 他经常呢 有当官场的朋友呢 到家串门 就看见他的儿子孔荣 哼 聪明伶俐 过目不忘 有一个人呢 就心生妒忌 就指着他的儿子 指着孔荣说 小时寥寥 大未必佳 就他儿子问呢 他看着不服 孔荣现在看着很了不起 大了以后啊 不怎么样 大了以后也就一般人 很平庸 就这意思 那孔荣这小家伙呢 聪明绝顶 那马上 反应就快 马上指着这个当官的说 享君小时 必定寥寥 什么意思啊 那么从你现在来看 你的小时候 一定是了不起的人 为什么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平庸啊 不是小时寥寥大 未必佳吗 当然这个英语中 这个确实就这么说 soon ripe soon rotten 成熟的早烂的就快 在这当然是指什么庄稼呀 什么什么水果啊 有这个意思 我们刚才说了 时间成熟 时机成熟了 也可以这么说 the time is ripe 就做这个事 在这个时候 活活刚刚好 时机成熟 一下 I'm waiting till the time is ripe before I tell my parents that I failed my exams 这个before呢 这个不一定翻译到 在什么什么之前 它表现后观 就可以翻译到 然后 我现在在等啊 时机成熟 然后再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我考试不及格 比如现在呢 这个爸爸妈妈 两人正在气头上 比如两人正吵架呢 两人在厨房里 拿菜刀 就正互相劈呢 对吧 你站在中间 爸爸我考试不及格 正好砍你 对吧 这时机不成熟 就得等爸爸高兴的时候呢 拿自己零花钱 存起来 等爸爸过生日呢 提前买一大蛋糕 生日那天搬出来 爸爸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多高兴啊 宝贝 爸爸亲一口 爸爸我考试不及格 他这个 这达不了了 时机成熟了 Time is ripe 这是熟 当然这个熟成熟啊 咱们用的可太多了 这个生活中啊 咱们得做变系 如果表示 人或者动物成年了 也成熟了 生理成熟了 我们可以用adult 当然做名词呢 是成年人 做形容词就成熟的 或者用full grown 就完全已经成年了 这也是成熟 我们大声读一遍 adult 再读一下这个复合形词 full grown 就是完全长成了 成年的 这一般只是生理上成熟了 你像 an adult cat 一只成年的猫 已经能生小猫了 a full grown giraffe is 5.5 meters tall 这个 giraffe 是长坡鹿 长颈鹿 一只成年的长颈鹿呢 有5.5米能长到5.5米这么高 这是生理 那还有一个心智成熟了 就是特别的显得老成 少年老成 我们用这个词大声对变 mature 这是美音 再来一遍 mature 这一般就心智成熟 你像 he is very mature for his age 对于他的年纪来说 他非常成熟 刚小孩四岁 独挡一面 对他年纪来说 这了不起 心智成熟 当然还有一个熟 咱们去西餐馆用的多 大家可能想到了 就是点这个牛排 steak 这个我们中国人呢 一般呢 喜欢吃熟的 但是老外呢 他觉得熟的呀 他可能这个 太柴了 就老了 嚼着不嫩 他们经常喜欢吃带着血丝的 就加生的那种 我们经常说 我这个牛排 当然中国人一般喜欢全熟的 还有七八分熟 四五分熟 这种熟的度数怎么说呢 我们先读一下这全熟的 well done 这十分熟就全熟 还有一个七八分熟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medium well medium叫适中的 如果就是五分熟 就是刚好适中 我们就用这个词大声来念 medium 再生一点呢 四分熟 叫做我们大声读一遍 medium rare 一般最生的呢 就是三分熟 三分熟 大家都猜到用哪个字了吧 全熟的well done 七八分熟 medium well 五分熟 medium 四分熟 medium rare 三分熟 那就剩rare了 对吧 这个rare 就三分熟的 当然你是 三分熟就是最生的了 你不能说 我来一块生肉 那好那成狮子了 对不对 多少呢 你得至少 那个表面上得变颜色 那里边可能还是红的 这三分熟 但这对话怎么说呢 一般这个服务员waiter 可能会问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就您的牛排想怎么烹饪呢 要几分熟啊 有的时候也可以去掉 后面那个cooked 单独问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或者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您的牛排要几分熟啊 那当然我回答 I'd like my steak well done medium well medium medium rare 或者用rare就好了 这个我们出国呀 不见得都是种菜 竟然都出国旅游了 适时当地西餐馆 地道啊 这个对话咱们得会 我们看到这个几分熟啊 使我们想起呢 在这个friends 老友记里边 那个monica 他就是厨师 有一次在厨房 在饭店的厨房里呢 就有这么一个对话 他跟那个phibi的一个对话 我们把这片段先听一遍 准备好 开始 就是在两人在厨房里边 这个他特别着急 因为厨房里特别忙 那边赶着做好了 给客人这个端菜 两人说话都特别快 这个monica就说 ok就做好了 now this one is rare this one is medium well 这一份呢 牛排肯定 三分熟 这一份呢 medium well 刚才说了 这七八分熟 now go go 快快快快 去去去 给他做上去 看见朋友了 hey Phoebe Phoebe said hey monica说 hey how was dinner 这个饭吃得怎么样啊 是dinner was good 这个饭还不错 他一看他说得快 他说得也着急 这片段我们再听一遍 这里边出现了两种 这熟的程度 对吧 我们就闭上眼 不看对话 咱们再听一遍 准备好啊 开始 ok now this one is rare this one is medium well now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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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Phoebe hey hey have dinner dinner was good just bang hard now I'm gonna go 这是对熟呢 咱们做一个总结 当然要全生的呢 有全生的 这个叫raw 这是全生的 当然这个我们吃猪牛羊肉 不可能吃生肉 这不干净也不卫生 但有一种肉可以吃生的 生鱼 经常吃生鱼片 寿司里边竟是生的 但是这个注意怎么说 I like to eat fish raw 这是喜欢吃生鱼 这个raw不要做前置定语 你要说eat raw fish 吃生鱼 那是整个欢棒按跳 这鳞还没拨呢 这不行啊 这个把raw放到后面去 是表示尽管这鱼没有熟 但是它加工好了 切成片消毒了的 这个生鱼叫这个raw 我们也叫鱼生 对不对 为什么叫鱼生呢 它生这个字放后面 注意放前放后 含义不一样 我们人吃了 当然把raw放到后面 叫鱼生 当然这确实是表示全生的 这是生熟 咱们做个辩析 再回到本文中 下面又说了第二种人的看法 第二种极端 它说 the other side of the picture is quite the opposite 就是这个图景 就是这种对荒岛的想象 picture的另外一面 怎么样呢 确实截然相反的 这个quite 这是一个重要的复习 我们讲过 它做复词来用的 常见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表示相当的颇为 你不能说颇为相反 那不行 它第二个意思翻译成 截然完全彻底 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出现过 咱们复习 咱们在第八课 就是著名的修道院 42页的第12行 in winter however life at a monastery is quite different 还记得吧 在冬天 修道院的生活 是截然不同的 不能说颇为不同 这是完全相反 截然的 本文中截然相反 quite the opposite 当然这个the opposite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 就相反面 对立面 在这可以当名词 我们当然呢 这个opposite 前面是a 当然是个原因 前面定过词 在原因前呢 要读the 不要读the 我们大声读一下 the opposite 再来一遍 the opposite 就反面 对立面 对吧 你想 the opposite the opposite of love is hatred 爱的反面 就是恨 仇恨 这是反面 the opposite 也可以修饰另外一个名词 表示相反的 可以当形词来用 你想 the opposite bank 但不能翻译 相反的银行 这个bank 表示何案呢 表示什么意思 对案 我在此案 你在对案 你在彼案 相对的那个案 那下边呢 the opposite sex 是什么意思 异性 我是男的 那个异性呢 就是女的 跟他相对立的 相反的 有这个含义 这些表达的基础 甚至以后 我们连整个短语 接下来 叫截然相反 be quite the opposite 就是截然相反 正相反 你像我们造个句子吧 我们用一用 我的父亲 是个性格平和的人 不仅不慢 说话也慢 老中医 干什么都不着急 我的母亲呢 火爆脾气 截然相反 好的 我们这个 来造句 calm 不性格平和吗 对吧 my father is a very calm person but my mother 怎么样 is quite the opposite 就好了 就是某人某物 正相反 这个表达就背下来了 好 他说这个想象的 另外一面 截然相反 那是什么样的呢 Live on a desert island is wretched 他说荒岛的生活 是很悲惨的 wretched 就是miserable 惨的 很悲惨的 咱们刚才 在词汇中讲了 那是怎么一个惨法呢 他说 you either starve to death or live like Robinson Crusoe waiting for a boat which never comes 你要么呢 starve to death 词汇中讲过了 饿死 对吧 要么呢 是像 鲁宾兴克鲁索 就是那个什么 荒岛漂流记里边 那主公公那样 这个等着一艘船 但是船从来也来不了 等了一辈子 这个 either跟这个or 是经常联用的 一个固定的搭配 就是要么是A 要么是B 就是要么是A 就是不是A 那就是B 但是这个either 是比较美式的一个发音 在英式一般 懂得either 这么来读 那美国大多数人 懂得either 在美国东北部 新英格兰地区 就是原来英国人的 在美国的殖民地 新英格兰 就是包括现在的什么 纽约州上门的几个州 像什么缅因州 马赛珠塞州 康奈狄哥州 就是这几个地方 他们一般懂得either 这更英国话一点 他后面加一个卷舌音 但多数美国人 都是either either or 要么是A 要么是B 本文中呢 要么怎么样饿死 要么呢 生活的像鲁宾星 克鲁索一样 waiting for a boat 这是做未遗动词 那个live 生活 它的一个伴随状语 生活的伴随状态 是什么呢 等船呗 非未遗动词 waiting for a boat which never comes 但这个定义从具 大家发现了吗 其实又是一个 形式上的定义从具 你不能翻译成 等着一艘 未来从来没有来的 这么一艘船 这不通顺 其实它相当于 一个并列句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 waiting for a boat but it never comes 但是这个船 却从来也没有来过 但是你用并列句 不啰嗦了吗 你这个but 得加连词 还得加主语it 这俩并一块 前面刚好就是这个boat 换成which 它更简洁 这个在我们残超界 没组那棵树 咱们讲过 这是一个复兴 这又是一个形式上的定义从具 好 上面介绍了两种 对荒岛的想象 最后呢 作者自己说 他说 perhap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both these pictures but few of us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他说可能啊 这两种对荒岛的想象呢 都有点道理 但是我们之中啊 却很少有人 有这个机会呢 去亲自弄个究竟 前半句 这个句型再次提炼出来 要求大家背诵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不要翻译成 在这个里边 有一些真实成分 直接翻译成 有点道理 可能这两种想象 都有点道理 都不是空穴来风 对吧 我们经常说 他说的话有点道理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 what she said 或者我们有in her words 对吧 他说的有点道理 我再问大家 怎么背一遍 很有道理怎么说 可能有同学都忘了啊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deal 修士不可数没词 后面刚好用truth 没错 表示某个东西 很有道理 咱们还记得第九课吗 46月第七行 飞猫那课说 Apparently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this idea 显然 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就是猫有九条命 有事实作为依托 对吧 当然我们可以顺便记住 如果某事 胡说八道 没道理 there is no truth in 就某事 纯粹是胡说八道 there is no truth in the rumor rumor就是谣言 这个由谣言 纯粹是空穴来风 就没有一点真实成分 胡说八道 这几个答案也记住了啊 好 有的我记不住 记不住没事 后面还会出现 可能啊 这两种这个picture 我们讲了 就是对荒岛的想象 都有点道理 但是我们之中 就几乎没有什么人呢 有这个机会 去亲自弄个究竟 其实作者的观点 当然是 就是第一种想法 太乐观了 第二种想法呢 又有点太悲观了 对吧 这个乐观和悲观 还有过分的乐观 各过分的悲观 咱们先看看 怎么说啊 然后看看这句子 能不能加工一下 当然前者后者 咱们可以用 the former the latter former就是前面那个 letter 注意不是later 前面发明一块 the latter 是后者 the former picture 就是第一种 前者 那个想象 is unduly optimistic 是过分的乐观 我们把这过分地 这个副词再读一遍 anduly 好 再读一下这个乐观的 optimistic 再来一遍 optimistic 大家发现 mystic 这个字母体带来点浊化 然后呢 while the latter while 我发现这儿嘛 表示并列嘛 而 后一种想象呢 又是过分的悲观 我们把这悲观的 也读一遍 pessimistic 再来一遍 pessimistic 一个太乐观 一个又太悲观了 但是这句话太啰嗦了 为什么呢 这个while 表示儿的时候 它引导的是并列句 就是a是这样 而b是这样 它表示上下文的对比 这是并列句 并列句中重复的词 一般咱们把他去掉 所以后半句太啰嗦了 首先你看 the former picture 后面就不用说 the latter picture 这我们就用the latter 就好了 这个picture 就不用说了 对吧 但是这个as 并列的位语动词 都一样 这as也没了 所以这俩词去掉 anduly最好加上 为什么 因为你省掉的话 我不知道你是想说 悲观 还是过分的悲观 我不知道你是本来就没有 还是有之后被省略了 所以这个anduly不要省 因为一旦省了 有奇异的话 咱们就不省了 所以这句话可以改成 the former picture is anduly optimistic while the latter anduly pessimistic 这个重复的picture 还有未动词is被省了 这个句子没有任何奇异 就是前者太乐观 后者太悲观 好 这是我们看到了 作者对荒岛生活 第一段先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 就是我们大多数人 尽管没有去过 但是一般都想象 一种人想象是天堂 另一种人想象是地狱 作者最后说 其实这两种都有点道理 但可惜我们没有亲身经历 从第二段开始 作者就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这两个人亲身经历 让我们看个荒岛生活 究竟是怎样一副样子 好 第一段跟李老师先看到这